充滿命運美的傳統飲品戰舞 這是由一群穿著鄒族傳統服飾的 山美國小學童所帶來的表演 相當吸睛 西美國小的小朋友 也帶來一連串的傳統古謠歌曲 而全校只有14位小朋友的茶山國小 表演鄒族的童謠滑稽歌 小朋友創作俱佳非常有趣 最後還以陶笛吹奏奇異恩典 表達心中滿滿的謝意 可以提供我們孩子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可以有更多的志願 希望他以後 長大以後可以幫助更多人 把這一份愛繼續傳下去 藉由這樣一個善的傳遞 我相信不管是在社會上 或者在未來 他們自己在一個人生的一個歷程上面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力量 必須 畢竟善必須是流動的 而且必須是雙向的 在兒童節前夕 班廷業者舉辦阿里山小學獎助學金公益活動 由執行董事劉映雪 和總經理董長春 搬散三所學校 共計十萬五千元 許教師生也親自醃絮脆霉 阿里山咖啡和高山茶回贈 場面相當溫馨 董事長他是從小就在竹崎鄉長大的一個 當時是比較辛苦的環境 等到他事業有成 希望能夠回饋社會 希望把這個正向的力量 然後帶給這些孩子 希望孩子記住這一天 那以後當他有能力的時候 一樣可以回饋他的家鄉 回饋社會 總經理董長春表示 由於平鄉地區教育資源缺乏 希望透過這次捐贈活動 以實際行動種下正向及良善的種子 也期許更多人共襄盛舉 讓溫暖的力量能持續擴大 新唐亞太電視羅金新方雅嫻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